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個 關於美國居民和公民的身份證 如果打算到美國國內50個州份去旅遊 就必須看下去 因為都影響到你能不能去登機 在開始之前鼓勵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看到這段影片能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hare給你朋友知道一定要做這個Idea 否則就會影響到他之後 可不可以在美國旅行 我們正式開始了 話說過了幾天之後 我會和家人去加州旅行 我很開心 因為我終於跳出東岸 可以飛去西岸去旅行 雖然未能再跳出美國 但也算是Family Time 可以和家人去旅行 順便探望朋友和親戚 如果你們在看這段影片的你們 說我已經上了飛機 又或者我個人在加州 我又不知道我這個頻道 一直以來有沒有加州的朋友 如果有你出門見到我的話 記得叫我Hello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日後會玩些什麼 在加州玩些什麼 你就記得要注意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好了 我先說回頭 為什麼我說我要拍這個News Vlog 原因是因為最近我正在收拾行李 我們都在上門找資料 我需要帶什麼文件登機 如果大家一直都知道的話 可能你不知道 美國登機 如果你去其他州份去旅行 只需要帶一個驅程 就可以去登機 也不需要刻意帶美國護照 我正在說綠卡或者學生的身份 但如果你是美國公民的話 你都要留意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美國聯邦政府 和不同的州份政府 都將會在明年的2023年5月3日 將會實踐一個叫做Real ID的身份證 什麼叫做Real ID呢 為什麼又跟Trava License有關呢 曾經有個網友問我 什麼叫做Real ID的身份證 什麼叫做Real ID的身份證 什麼叫做Real ID的身份證 其實美國是相當複雜的 你都知道五十個州份 他們實行的制度 或者一些東西是很不同的 他們出的ID 甚至乎它的Driver License 都有不同 話說 剛才我都說過 你只要有Driver License 就可以登機 這個Driver License 正正代表你的ID 這個身份證 跟香港很不同 香港身份證還身份證 Driver License 還Driver License 就不會說Driver License 代表你的ID 但美國就不同 Driver License 其實等於你的ID 很多時候你出國 或者你要去做其他一些文件證 其實你只要出事你的Driver License 就可以了 因為它有相片 有你的號碼 即是你身份證的號碼 它裏面也有齊你所有資料 其實如果聯邦政府要查你的身份 它只要探索你的號碼 你的相片 就知道你所有的背景 但是為什麼它要開始做這個 做一個Real ID 即是我現在拿的ID是什麼 我都跟大家說 現時美國將會做三個ID 一個是Standard ID 其實我現在拿的Standard ID 稍後我就會說一下 究竟這三個有什麼分別 還有第二個就是Real ID 就是我老公現在拿的 第三個就是Enhanced ID 那這三個是什麼呢 我先說一下Standard ID 如果你是剛剛考完車牌 就像我一樣就會拿這個Standard ID 而這個Standard ID 在2010年的時候 頒發的時候 都可以證明你一些東西 例如你去一些登機大樓 航空公司 即是去航空大樓 即是一些設施 但現在因為基於太多人 模型一些ID 再加上不同州份 它們出的Driver License 真的很不同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 紐約是這樣的 然後Machican Maryland 我們的Pan State 甚或是在California那邊 它們每個地方出的身份證 是完全不同的 基於這樣的原因情況之下 聯邦政府想更容易方便 去核實這個身份 其實一直以來 它們是很早說要出的 已經簽了這個條例 但是因為基於疫情之下 將這個事件越推越後 直到它們終於開了會 它們也定了這個法案 在明年2023年5月3日正式開始 我回說一下 Standard ID 如果它要Failout 就會用什麼呢 就是你的申請Real ID 即是意味著 我們這些非居民的身份 或者持有居民的身份 綠卡公民 都是要拿這個Real ID 那你一定要趕快 在5月3日之前要去申請 Real ID有什麼用途呢 就是你可以去航空大樓登機 又或者你可以去軍事大樓 去做一些設施的探訪 參觀 那我再介紹一下Enhanced ID Enhanced ID Enhanced ID 就是只有公民 即是我老公是美國公民身份 他就可以申請 不過這個Enhanced ID 是需要額外價錢的 這個額外價錢 每個州份的定義價錢 是有不同的 所以你要留意 那我稍後都可以說一下 究竟Enhanced ID 某些州份 去加多少錢 那我就說回 Enhanced ID 它跟這個Real ID 和這個Standard ID有什麼不同呢 那Standard ID 好像我一樣 我拿著這個Standard ID 它會在右上角 印著它就是 not for purpose 即是for這個聯邦大樓的 purpose 那如果你將會去探訪 即是去登機 或者去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這個就是不會再承認的了 過了5月3日 那就是說意味著你一定要去再申請 那些人就很容易認得了 因為上面印著這個字 而Real ID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上面有顆星星的 左右上角的位置就有顆星星的 那這個就證明你是Real ID 你是美國居民 或者是美國綠卡身份 或者是一些非居民的身份都可以申請 但Enhanced ID 就是在右下角有個美國國旗 好了 那Enhanced ID和Real ID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現在就說一下 Enhanced ID其實它的好處就是 接下來它想益一些公民 例如說去加拿大 去加拿比海 或乎你去墨西哥邊境 你持有Enhanced ID 只要你拿著這張卡 就隨時都可以登機 去入邊境過關 但是如果過了5月3日之後 這個Real ID就不可以過美國邊境了 例如你去加拿大、墨西哥 他會問如果我是國際旅遊的 那有沒有關係的 是沒有的 如果你要飛回香港、中國、台灣 你只有持有這個passport就可以飛回去 跟這個ID完全無關的 在我們賓州來說 其實你只需要付之前1號開始申請的 Standard ID的價錢一模一樣 只需要付30-35元左右就可以申請 Enhanced ID是 紐約就要付30元美金 如果在Matchitan就要付45元美金 如果在華盛頓要升級的話 就要付頭一次35元而已 在Furman也一樣 如果你要Renewal或Changing 甚至是第一次拿Furrst License 就要付25元 剛才我都說了 每個州份他付的價錢是不同的 所以我都歪爆頭 為什麼不可以一致呢 如果你是有意欲打算去其他州份去探親 或者去旅遊 或者像我這樣跟老公很喜歡Roll Trip 你就要記得申請你的Real ID 而Enhanced ID是否有必要申請呢 好視乎你個人 例如我家人經常住加拿大 又或者我很喜歡去墨西哥旅遊 我就建議你可以申請Enhanced ID 因為你出入境的時候比較方便 就不用大牌長龍 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賓州都是跟美國聯邦政府 和州政府一樣 5月3號正式開始 但以我所知 其實有其他州份已經是陸續在做這件事 甚至乎是早幾年前在2019年已經開始 例如在紐約 或者是Matchikan 或者是Florida 或者是Manisonda 這幾個地方已經很早發放Real ID 甚至乎是Enhanced ID 這兩個他們都會接受的 但要記住 兩個用途是非常不同的 如果大家還未申請Real ID 特別是美國公民和居民身份 記得要去申請 否則將會影響你在美國入境 在不同州份旅遊出入的情況 到時就不能說 因為這是美國的新聞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集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於我這段影片 有些什麼疑問 歡迎大家在短片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在加州見到我 歡迎和我們一家人去打聲招呼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